为了退休农民能够在农会受到妥善的照顾 普里镇农会争取农委会补助 办理绿色照顾站 为期一年42堂的课程 今日也画下句点 举办绿色照顾站解业式 除了颁发感谢状感谢志工们的辛劳 也针对今年绿照站表现良好的学员给予奖励 并且为每一个学员颁发解业证书 鼓励他们明年也能够继续来参与 我们保里镇农会绿色照顾站成立了很踊跃 人员也都很乐意来参加 大家也学习做很多东西 大家也都很欢迎 希望我们可以延续一直领域 像绿色照顾站可以照顾我们的老龙 因为老龙有的地区 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做 有时时间来农会这儿走走 所以说这个绿色照顾站我是觉得很好 所以说希望以后中央 还是我们管府可以继续继续来办 可以照顾我们的老龙 普里镇农会厂务监视 先员王才云表示 绿色照顾站能够让退休的老龙 每天到农会在身心上能够输育 也学习许多的课程 并且每天也提供健康的饮食来照顾他们 希望不只是今年未来每年都能够持续的来办理 照顾更多退休农民 绿色照顾站让他在身心上有一个书役 由我们的志工们煮给他们吃的一个午餐 然后让他多元化的一个学习 学习的很多样 让他们在身心上都非常高兴 习起来之后我感觉他们的身心都非常健康 我也希望我们农会跟农委会我们一起来努力 争取经费继续为绿色照顾站来努力 我们可以延续的来做 让他们过得更充实更快乐 副医长潘一泉肯定 普立正农会争取经费办理绿色照顾站 让农民退休生活更加丰富精彩 也期望未来能够持续的来办理 并且开放更多的名额 使有意愿加入的退休农民都可以来参与 记者称为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